大花莲 今天我们搞不好 甚至就可以搞到个20斤以上的 20斤以上的 好的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花莲最让人垂涎欲滴的部位 就是硕大的鱼头 塞盖上布满了 可以美容养颜的丰富胶质 仅凭一个大鱼头 就能炖出一锅鲜美浓郁的汤汁 我最喜欢的 对十千克的大花莲的味道 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可现在必须要面对骨感的现实 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 找大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捕获大鱼 黄大哥选择用更加结实 网眼更大的鲁网 当地人叫丝毡子 700米长的丝毡子潜入水下 在水中竖起一道两米高的屏障 看这阵势 到底能捕捞上多大的花莲呢 我感觉这个网有点发沉的感觉 这些什么鱼 鲤鲤是吧 好的 太激动了 咱这条鲤鱼得有多少斤 有四个鱼 有个十斤是吧 你看阳光一照 金光闪闪的 特别漂亮是不是 好嘞 看着大鱼接连出水 让我惊喜不已 这八里河的水质 果然非同一般 竟能孕育出 如此硕大肥美的鲜味 这要是十千克的大花莲上来 我得兴奋成什么样啊 有了有了 看着影了 哇 这么大 这就是花莲 这个个头真的是 师傅我能低了一下吗 这有多成大概 二十多斤 哎呦真的是 基本上你看这个鱼跟我 差不多了 得有一米多 我这是您说的 这个大鱼大鱼 果然是够大的 你看我这一拳头 直接能进去了